过了这儿 就是皇宫的御花园了 我跟你说 你看 那边好多蝴蝶啊 看这个蝴蝶也这么稀奇 我们乐器没有这种颜色的蝴蝶 人家觉得很好奇嘛 那你赶快去看啊 看个够 好啊 哥哥今天 都没有怎么笑过 有什么值得我笑的呀 好久没见到浅月了 他这次和三皇兄去凤凰冠 看来记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只是可惜啊 三皇兄都有主了 小丫头和三哥不是那种关系 你别以鹅传鹅 反正啊 你和浅月是没缘也没分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伤口上撒盐的功夫 可真是到位 不一针见血 怎么帮哥哥这一伤口啊 我 浅月 还有哥哥你 咱们仨从小一块儿长大 这么多年 浅月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对你 根本就没有半分的男女心思 有些感情 不是说说回来 就能说回来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也不是说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哥 眼前人不在远方 哥 其实 你所追求的 未必就适合你 你何不看看 为你真心付出的人呢 半生爱恋 倾注一人 哪有那么容易啊 叶倾注一人 频道 有些人 很容易啊 叶倩 烂柿子 怎么是你啊 缠着你啊 缠着我 是吗 你们大婚在即 她看上去很快乐 不是吗 她这么单纯 哥哥忍心毁掉她的快乐吗 我不爱她 以后也会一直如此 那又如何 哥哥注定不是平凡之人 薄情拐一些 才能断舍离 不妄动 不执着 清暖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四殿下 清然 南凌睿 真是冤家路窄啊 四殿下 好久不见 人家想你可是想得紧哪 可惜啊 本王 我根本不想看到你 没关系 本世子想你就行了 你们俩什么时候是这种关系了 哥 你们认识啊 南梁世子嘛 论起风流 天下第一 人生苦短 何谓不虚度 当然是及时行乐了 你来天兽干嘛 咬浅月啊 是 也不是 我管你是不是啊 他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呢 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以赶紧走吧 省得看见一对碧人 暗自伤心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既然浅月芳心已数 那么我也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是吗 你们俩 你 你要是敢欺负秋暖 我打你啊 原来是清暖公主啊 在下南梁世子南凌瑞 方才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告辞 他真是皮影 那你打他呀 关你什么事啊 你根本打不过吧 你个死脱吧 我放冲咬你啊 放啊你个懒脱吧 刚初也不知道是什么 再说一遍 你就 好了 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还有谁没有馒头啊 来 谢谢 多吃点 谢谢郡主 来 谢谢郡主 拿着 谢谢郡主 小朋友 你怎么会有一根彩色的羽毛 阿爹给的 说林子里有神鸟 捡到彩色羽毛便会庇护我们 难道是凤王 神鸟 那你阿爹有没有说这个神鸟在哪儿 白头疯 神鸟洞 怎么过去 就说 来 都给你了 谢谢 谢谢姐姐 小妹妹 这是给你的糖 谢谢哥哥 乖啊 这扇子主子看了许久 想必很喜欢啦 去拿一瓶盐水来 是 主子 这是什么山水图啊 凤凰 这世上真的有凤凰吗 神鸟啊 神鸟 你到底在哪儿啊 可累死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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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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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那个神鸟 它是不是凤凰 真是 神鸟洞 你怎么在这儿 别出声 为什么 除非郡主不想活命 这是 粮草 难怪朝廷发下的赈灾粮总是不够 我得去查查 到底谁在搞鬼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 郡主还是不要插手了 你要查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我要做什么是我的事也与你无关 这里守卫森严 郡主执意要插手的话 只会成为累赘 凭什么你觉得我会成为累赘啊 没有你我也一样进得去